因为那也是另一种煎鱼 这就是牧师的概念 所以我想我今天非常感谢主 让我有这个机会 你们给我半小时 仔细用你们的耳朵来听听看 到底西伯仁他提供了 在一个基督徒理念里面 最深刻的爱是什么 所以我首先要请嘉宾牧师 嘉宾牧师是从澳洲回来 他在海外已经十几年的宣教工作 但是这两年他很多的时间 回到西伯仁共申家园 一起参与这个服饰 他为了学习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想听听嘉宾牧师 到底西伯仁的这个价值性 他的核心价值跟特色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吸引你 谢谢主节还有所有来宾 其实我是嘉宾 我可以坐下来吗 这样看得清楚吗 还是站起来也没关系 事实上我是1987年的时候 是我的老师 陈光念护士的学生 大卫影地一届的学生 在我的老师40岁生日的时候 把我跟珊珊坐在中间的地方 然后把我们拆拜到中美洲贝里斯 93年10月份 我们到贝里斯开拓建立几个教会 那我们也做服饰的工作 后来贝里斯来了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也训练他们 那他们往欧美各个国家去宣教 那我们也训练一百多个年轻人 他们现在有着已经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当牧师 那我们都是品成了整个西伯仁的这个精神 后来98年我们就继续的往南走 就是以周边的国家 那有8年的时间我们在中美洲 然后2000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 那神不找我们去 那我们有事之一 但是我们的神信他会再起来的 阿美 阿美 那我回来其实 不是要帮助西伯仁 是要救自己 我的弟弟家庆坐在下面 现在我们有吴甲弟在嘉义 他是嘉义分会的执行长 我弟弟在外面工作 我爸爸那一年车祸 我妈妈从树上 水果树上掉下来 两条腿摔断 那我人在海外宣教 我很痛苦 我回来之后拜访了老师 我希望他们可以帮助我 后来我带我的弟弟上来看 他心中很感动 所以我们嘉义分会也开始了 所以感谢主 所以最主要 我在海外想这样宣教15年的时间 一方面回来 是跟老师再次的学习 因为整个15年的时间 在海外已经有蜀联的断产 你知道澳洲现在有92% 澳洲人不聚会了 然后年轻人有72%是吸毒的 纽西兰自杀率年轻人全世界排行第一 那么我回来看见这里有一个模式 是21世纪教会新的模式 在这里已经做起来 他能够涵盖全世界每一种文化 因为四海一家 阿们 那耶稣基督也说 反尊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兄弟和姐妹 所以新娘 家庭事业三样提升起来的一个新的教会模式 在西伯仁已经成功的建立起来 所以我带着澳洲的牧师 从去年开始不断的回来来学习 然后我们都带他带到澳洲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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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们干脆站到前面一点好了 好不好 我想因为可能 Aleluia教会 那参加了几次聚会说 我很吃惊 就是说 这个教会呢 把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一家一家的照顾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牧师是一个医生 曾英卿牧师是个医生 然后他在多年当中